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師 我是主持人款中小燦爛時光會客師 是由公民行動引銀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通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瞭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知道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議題的時候 不是看那道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透過您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 做更多的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雲端封建時代 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背後的經濟學 是由未成出版社出版 我們知道我們過去也跟大家討論過 有幾本書 例如說平台資本主義 或者是我們過去也跟大家談到 在平台經濟的時候 有很多勞工面臨到各式各樣剝削的問題 所以今天節目裡頭 我們就要邀請到台大新聞研究所的 蔡惠如蔡老師來跟我們談這本書 蔡惠如同時也是這一本書 中文版的推薦序的作者 惠如老師你好 關老師好 現場的所有的觀眾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謝謝惠如老師 那一開始可不可以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本書作者的一些背景呢 因為這個作者看起來是來頭不小一些 他為什麼要寫這一本書呢 好首先其實這本書的作者的確是非常有名 那個亞尼斯瓦魯法克斯 他實際上我們常會犧牲他有點像是 當代的歐洲左派搖滾巨星 為什麼因為他非常具有 很具有風格魅力 然後特別是他實際上之前 他不僅是在雅典大學擔任經濟學的教授而已 那他同時也參與了歐洲民主運動 的這樣的一個聯盟的秘書長 那他更更更特別的是他之前實際上 其實有擔任過 那個 希臘的財政部長 對然後其實那個時候他也主導了一系列 就是相相關的那個結尊政策的對抗的 那一個過程 然後那時候其實 瓦魯法克斯他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代表過激進左翼聯盟 然後也當選了希臘的國會議員 然後當時他被任命為財政部長 那最特別的是那個時候其實希臘兵臨了 就是那個破產危機 所以他那時候也負責要處理希臘的國際債務問題 那在2015年的時候那時候發生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他們要舉辦一個尊潔的公投 那其實那個公投對於很多國際的債權國債權人來說 他們當然會希望說希臘政府一定要接受這些國際債權人的這種 要他們還錢 對啦就是要你還錢就對了 但是實際上他們覺得說這個還錢的計畫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那個時候雙方都在角力 那最後公投的結果是以反對這個國際債權人的尊潔方案 就是勝利了 所以他們後來就經歷比較漫長的就是繼續協調 要到底要如何還錢 那但是那個本書的作者也因為這個 雖然說他們那個尊潔的這個反對的方案成功獲得公投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也因為這樣子國際債權人就是非常 這些人非常不信任這個人就覺得說 這個人好像就是故意在找他們麻煩 後來他就自己自願請辭了這個財政部長 但也因為這一些事情他有點 其實他之前就有點有名了 就是有名的左派的或是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經濟學者 但在這些事情之後他變得更長 上各地的歐洲美國的爭論節目 然後政治節目甚至上新聞 然後討論這一些議題 特別是那個時候歐洲的經濟並不狀況並不好 然後也討論很多歐洲越來越偏激偏右派的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他算是非常有名 而且勇於敢言 然後非常有名的一個左派的經濟學者 所以這會是他這個作者的一個背景 那但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他為什麼會寫這一本書 我們大概可以理解說像這什麼經濟學 什麼資本主義 什麼什麼這樣的一個議題 他其實對於一般的大眾來說是很無聊的主題 即便是對我們來說有時候讀你都要花很大的力氣來讀 那他也意識到這樣的議題是非常嚴峻 而且重要的 所以其實在這一本書之前 他就有寫過一本書叫做爸爸寄來的經濟學情書 那本書也在談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但是就是以一個他是爸爸然後寫給女兒的口吻 來介紹經濟學的原理 那這一本書就變成是他 我在猜想啦 就是說之前那本書其實賣的不錯 而且很多一般的讀者 對於像這樣子 把經濟學轉譯成一般民眾也可以理解的 這樣的一個寫法 頗受好評 所以他接下來這一本雲端封建時代的這一本書 他一轉一樣的方式 但是他是以兒子的方式 跟他爸爸對話 對跟他父親對話 然後裡面引用了很多各式各樣的故事 他跟他父親的故事 他跟他母親的故事 然後他們過去是怎麼樣討論資本主義 會不會毀滅這一件事情 所以用這樣子好像寫家書的方式來討論 現在我們可能覺得很嚴峻的議題 也就是平台的議題等等的 對所以我覺得這會是他 為什麼會寫這本書 以及要怎麼寫這本書的 這樣的一個背景介紹 我覺得這蠻重要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的這些 我說實在這本書也沒有很好讀啦 因為有些東西 我認同有些東西我有點疑惑 因為但是我覺得他的創意很強 那他創意會建立到很多 他自己實際的research 直接調查 或者是他去找到一些資料來去論證 他的觀點跟看法 不過這當然對我來講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我是有一點點保留 因為我懂得也是有限 那不過我覺得他好看的地方是 他的跟父親之間的對話 那他用這種方法 那在台灣或是在全球這種硬的書 特別是哲學的書 在談用對話書寫也不是沒有 但是在經濟學這個部分相對之下 可能就不是那麼常見的這個做法 那我也很好奇他父親是誰 然後透過跟父親的對話 他們想要去解決什麼問題嗎 他們有過去面對到什麼共同的問題 必須要有這個兩代之間 因為這個問題好像必須要跨越兩代 或是跨越三代 他才有對話的可能性 對我覺得管老師的確也發現 這本書的特殊之處 也就是說 的確他父親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特別是 他真的是家學淵源 就是說從小就是生長在一個 左派的家庭 他爸爸其實是一個化學工程師 然後也是在工廠工作 所以然後又是一個左派的 左派的左派主義者嗎 或者說是一個偏左派的一個個體 這樣講很奇怪 因為他非常關注資本主義的發展 到底會帶到什麼樣的進步 對然後也非常同理同情 工人階級的工作處境 然後並且是從他自己的工作的場所 然後來做這樣子的討論 然後特別是他 因為他是一個化學工程師 所以他也對於技術歷史的發展 有非常濃厚的興趣 所以如果就本書作者所言 看起來他的父親在他小的時候 就常常透過一些實驗 或者是一些神話故事 然後讓他理解技術 跟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討論 我覺得有點影響到了法魯瓦克斯 然後激發他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那我覺得會源自於說 他們家過去這樣子的一個對話的傳統 對這是蠻有趣的 就是也蠻多書在談科技史跟政治經濟的關係 那這本書當然沒有談的那麼的龐大 比如說權力已進步 他就談的非常非常龐大 可是這本書相對之下 看起來是比較偽觀一點 然後繞著他們的曾經有否對話去走 但是也讓我們看到這個技術跟經濟 或技術跟政治之間的一些辯證的關聯性 那這個技術如何影響到這個資本主義的發財 如何影響到這個全球政治權利的關係的部分 這本書的後半段他其實談的蠻多的 那但是我自己也很好奇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作者特別標新利益 就是這本書的書名 這個在中文的書名的主題叫做雲端封建時代 那他你之前也幫了一本書叫做平台資本主義 寫過這個推薦序 那他跟這個所謂的最近熱情 我們談到數位資本主義 平台資本主義 這些概念 這個雲端封建時代 跟這些概念之間有什麼不一樣嗎 他只是一個標新利益的說明跟稱呼 還是他其實是有一些差異的存在 我覺得我也認同關老師 對於這本書的新的發現 我們發現說的確最近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書 監控資本主義 平台資本主義 數位資本主義 現在瓦魯法克斯又提出了一個雲端封建主義 或是雲端封建時代的這樣的概念 好像取代了過去我們一直用資本主義這個turn 前面加了很多平台 數據 數位也好 看起來好像是 我覺得是有 看起來是標新利益 但實際上他也點出了某一種 目前平台過大壟斷了整體過去我們想像的 資本主義市場的那個邏輯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從 數位資本主義 平台資本主義跟雲端資本主義的差異的話 我們發現說其實還是有一些核心概念上面 以及資本積極目標或者是技術應用上面等等的差異 我覺得主要的差異會是在這邊 回到我們再進一步去談雲端封建主義之前或說科技封建主義這個概念之前 我想先很快的回顧一下什麼 什麼叫做數位資本主義 什麼叫做平台資本主義 大概會有以下幾個面向來看 如果我們從核心概念 我覺得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看起來像是一個 我們沒有在管束平台發展 平台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漸進的過程 從數位資本主義到平台資本主義 到瓦魯法克斯他現在所提出的非常激進的說法 也就是資本主義已經死掉了 現在是科技封建主義的這樣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核心概念來看的話 在數位資本主義跟平台資本主義上面來看 數位資本主義他會比較強調 數位技術跟網際網路 對於資本主義的改造跟推動的作用 那但是到平台資本主義 我們就大概想一想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數位平台在當代經濟當中的核心地位就變得更加重要 過去是可能網際網路 數位的各式各樣的議題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新的科技發展來影響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圍著平台轉的 一個一種新的資本主義邏輯 這是在請大家特別注意 這是在平台資本主義的概念上面來看 然後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從資本積累目標 來看這兩者的差異的話 你會發現在數位資本主義的框框底下 資本的積累它還是很重要的主要的目標 但是它的手段轉變了 變得比較依賴數據演算法跟數位平台 所以你轉移到平台資本主義的時候 我們更可以更進一步來看的是 平台資本主義概念底下 平台是通過壟斷網路效應跟數據收集 來提升它的服務 並且鞏固它的市場地位來獲取利潤 所以它就是有點越來越偏著 平台轉的這樣的概念 我們再進一步再看 如果你從技術應用的面向上面 來看這兩者差異的話 你會感受到在數位資本主義的時候 相對起來大家好像是比較樂觀的 覺得說新的數位 或是網際網路的技術 其實是提升了資本主義的效率 然後也擴展了市場 然後好像創造更多新的商業模式 人人都可以在這個所謂的數位資本主義 撈到一杯根 甚至革命也變成是一種可能性 對 其實好像看起來是一種新的可能 但是你越發現 如果往平台這一端 壟斷集中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在平台資本主義概念下 平台它是利用數據來提升服務 然後連接消費者跟生產端 生產者兩端 形成一個新的經濟活動中介 也就是說過去我們看起來好像可以 直接User對User 然後User對多User來互動連結 無論是做社會運動 資訊傳播或者是商業活動 但現在以平台作為中介核心的時候 你發現說你無論如何 你沒有通到平台的話 你根本你訊息傳達不出去 東西也賣不出去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必須圍繞 某一種概念上的平台來做連結 無論是資訊的接收者 消費者或是生產者 或是內容提供者 都受到了這個平台的影響 但是這個概念還是在以一種 平台資本主義的概念上面來做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假如說你在市場機制上面來看的話 傳統資本主義市場 機制實際上是被數位技術強化 這是在數位資本主義概念上面來看 所以如同我剛剛所提到的 在所謂的數位資本主義底下 有新的數位市場 新的商業模式出現 所以人人很樂觀 那再回到平台的概念下 如果平台作為現在 其實已經不用說如果了 的確是這樣子 平台作為新的市場中介 通過了某一種壟斷跟網路效應 掌控了這個市場的主導地位 那你會發現說 你越來越無法離開平台 你只能越來越依照平台的邏輯來行事 然後同時間 我們回到用戶的角色上面來看 在數位資本主義上面來看 用戶的數據跟行為看起來 那時候是非常樂觀的說法 叫做成為企業獲取資本 跟推動技術創新的資源 但在平台資本主義的概念下來看 就變成是用戶的資料或者是數據 已經變成平台的賺錢的來源 然後你會發現說平台 只要透過收集壟斷這一些數據 來提升服務 並且鞏固它的市場位置 所以數據已經從企業你想像說 我可以透過用戶的資料來提升服務 變成是我們全部都要必須依賴 雲端或者是平台的服務 來處理我們跟用戶之間的關係 我現在是指企業端跟用戶 所以你會發現說平台它越來越壟斷 集中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會發現說 看起來概念差不多 但是就我這樣子解讀來看 我覺得它是一個建築改變的過程 所以也會回到接下來我們要繼續討論 那到底雲端資本主義會是什麼 所以在這裡面 雲端這件事情其實是怎麼樣被封建化的呢 就是封建這件事情我們都懂 雲端我們也懂 那雲端封建時代 這雲端怎麼會被封建化 就是說我們過去對封建主義的理解 大概會有這個軍王啊 然後他會有自己的軍隊啊 然後當然更重要是一個封閉吧 或者是他是一個 可能奴隸跟這個所謂的貴族之間的界線 是更明確更明顯的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是一個雲端 又加上封建主義啊 我覺得這裡最有意思的是 雖然我們也談了平台資本主義一陣子了 那但是現在看起來這個狀況更嚴峻 如果我們把封建 封建時代或是封建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放在我們跟一般企業 跟雲端平台之間的關係的話 我覺得瓦魯法克是很厲害 他就把它變成了一個 非常明確的一個階級系統 我們大概想像一下 有一個金字塔三角形 剛剛管老師所說的 在這一個封建時代會有大地主 然後會有可能小的封建主 還有一些電農 那在雲端時代 雲端封建時代的概念會是 大地主會是誰呢 就是這些雲端資本家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在這些大平台上面 耕耘 耕耘什麼 我們買東西跟別人交往 傳播 然後留下各式各樣的數據資料 所以對於雲端資本 雲端資本家 也就是像Google Amazon Apple Line 這些大的平台來說 我們就像是電農 雲端電農 雲端的無產者 不斷的在上面耕耘 提供資料 但是這個時候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並不是直接跟Google買東西 那那一些企業在哪裡 企業在雲端資本家 跟我們這一些小電農的中間 他作為一般的資本家 他過去可能具有比較大的權力溢價 舉例來說 你過去下廣告 你要去新聞媒體下廣告 你現在沒有人要去新聞媒體下廣告 我們直接下在 下在那個平台上面 那你會發現說 這一些資本家 他還是在運作 但是比起過去來說 他所可控的資源跟能量變少了 他必須要依賴雲端 這個平台 這個大地主 雲端大地主 來狗活 好像有沒有到狗活的這樣地步 存活 對 要依賴平台存活 那你也會聽到說 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不透過某一類型的 這種大型的平台 因為所有的人都在平台上的時候 你今天要賣東西或傳達資訊 你不在這個平台上 你傳不出去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所有的人都在 平台的莊園跟農地上面 生活的時候 這些附庸資本家就只能依賴 就是等於說 像大地主 雲端大地主 書城 然後 他一樣還是會製造實體商品 他一樣還是必須要依賴 必須要仰賴有工人來勞動 然後來做出商品 然後也繼續在賣東西 但是賣東西的這個過程當中 已經不是單純跟我們消費者或使用者 單純的商品交易關係 他還必須要在另外一部分就是網上支付雲端租金 給這些雲端資本家這些大地主 不然的話東西賣不出去 那就會變成一個像像的新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意思 就是在最中端的使用者 我們來說 我們是不斷的 我們不只是提供數據 給雲端資本家 也給這一些企業主 然後提供數據 內容還有各式各樣的消費行為 那雲端怎麼賺錢呢 他就是他一方面要榨取 巨額的雲端租金 那就是附用資本家要付給他 就是說這一些要上架商品的商家 或者是要傳佈資訊的這一些內容提供者 然後同時也榨取我們這些個體 就是說我們不斷的勞作 我們不斷的傳訊息 我們不斷的 你今天跟君管老師講到了一個什麼 我要去日本玩 接下來旁邊就全部跟你說去日本哪裡好玩 所以你會發現說我們是不斷在 被這個環境所控制的狀態 我多麼希望聽我們的節目說 很多公共議題社會議題都可以浮現在的 我也希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這都不會有 所以我們可能是被散選掉的一群 我知道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公共議題沒有付廣告費 所以他不會出現 他只有付廣告費的優先出現 所以你看他這樣如此排擠 那在這裡面其實就會看到一個 蠻有趣的現象就是 資本主義到底有沒有死掉這件事情 其實是這本書一直在討論 可是這樣聽起來好像沒有死掉 而是變成另外一種變形 就是說那個資本主義 他只是換了一個方式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作者要特別用雲端封建主義來談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說 那為什麼這個作者會認為說 資本主已經掛了 資本主已經死掉 但是實際上面 從他的描述來看 好像是越來越 越壟斷化 越來越茁壯 越來越集中化的情形 只是他只不過是從 一批人換成另外一批人 一種技術換成另外一種技術 跟那個本質好像是存在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來回來討論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 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請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很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也讓我們一起來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現場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本好書 叫做雲端封建時代 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背後的經濟學 在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台大新聞所的助理教授 蔡惠如 蔡老師 蔡惠老師你好 管老師好 然後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謝謝惠如 剛剛已經稍微幫我們介紹的這本書 以及很厲害大有來頭的作者 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到底在觀察什麼 那我們大概也談到這個所謂的雲端時代 雲端封建時代 跟過去的數位資本主義平台資本主義 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當然會看到他可能更經濟更更精進 然後更集中化更壟斷化的一種情況就發生 那不過我想要了解的是說 從人類的歷史的發展來看 這個雲端封建主義跟過去的整個經濟發展階段有什麼不同 然後他的特征 這個雲端資本主義的特征 跟過去那個非傳統的這種所謂的封建時代的特征有什麼不一樣呢 的確我們在一開始看到瓦魯法克斯很爆炸性的這樣的一個說法說 資本主義已經死掉了 現在是科技雲端主義的這樣的一個時代 那他到底會跟過去的經濟發展有什麼不同之處 以及為什麼他會認為目前以平台所主導的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經濟模式 是與過去的封建時代有一些相似之處呢 那如果我們回到跟過去的經濟發展的這個階段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至少會有三個不同的地方我們可以來討論 第二個部分如果我們從經濟的驅動力的變化來看的話 我們回到傳統的資本主義的這樣的一個社會結構當中 實際上傳統資本主義是以市場跟利潤為核心的驅動力 所以他是透過商品跟服務的生產來交換或積累資本 那但是如果你看瓦魯法克斯他所提到的這個所謂的雲端封建主義的話呢 他就不是以市場跟利潤作為運作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而是他主要的模式他會認為說是透過數位平台收取某一種雲端資金 然後來控制所有的經濟活動那這些租金呢是來自於用戶對於雲端平台 或說數位平台的這種依賴跟使用權而不是過去傳統的這種 我買商品買賣商品或是服務的這種利潤 所以他覺得這個經濟驅動力是不同的 然後再從第二個面向來看技術基礎 傳統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理解他是因為有工業革命嘛 所以基於蒸汽機電力機械化這一些生產技術來推動大規模的這種工業化生產跟市場的擴展 那但是如果你回到當代的這種新的數位革命的這樣的一個新的產業經濟的話呢 他其實是一種基於網際網路人工智慧大數據的技術來推動這一種 資訊化數位化的經濟活動 那數據或者是資料他就變成是一種新的要素 所以我們過去可能這幾年會常聽到說哇數據就跟石油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打上問號啦 數據真的是像石油一樣任由他們可以這樣子開採嗎 好然後在第三個部分 而第三個不同我覺得會是從社會結構來看 如果我們去看過去的這種或說現在的這種工業資本主義的概念的話 他的社會結構是以資本家跟工人為主 然後呢是以工人通通過買賣勞動力來換取工資 然後資本家他會控制某種生產材料或生產資料 但是在雲端封建主義的概念上呢 你會發現雲端封建主義的社會結構 他比較像過去的這種封建時代 領主跟農奴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用戶依賴於這個數位平台的服務跟技術 然後成為這個平台的數位農奴或者是數位電農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會是跟過去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這種所謂的過去的農夫跟電農 以前可能實際上面就是在浙產在種田 但實際上現在他已經轉換成不同的形態 那這也是所謂的雲端的封建 跟所謂的過去傳統的封建的相同地方嗎 對我覺得在這裡瓦魯法克斯還有提到說 其實這樣子我們看起來像是數位電農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跟過去封建時代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 我覺得大概可以分成四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他看起來都是一種權力集中的狀態 在封建時代當中就是權力集中在少數的封建領主上 就大領主上面 所以大領主他又擁有土地擁有所有的資源 跟擁有具備控制這些農奴的支配權 就是說實際上這些農奴是沒有自由的權力 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在雲端封建主義 你大概想想看就是你對比這樣子 權力是集中在少數的科技巨頭上 所以這些巨頭是透過數位平台跟數據資料 來支配這個用戶跟整個市場要怎麼運作 然後在第二個面向我們從租金的模式來看 封建時代的租金模式是農奴必須要向領主支付地租 來換取使用土地的權利 但在雲端封建主義時代下 你看我們用戶也是需要向平台支付某一種雲端租金 來獲得進入使用數位平台的權利 那這些租金就是以數據注意力直接的貨幣形式存在 好那再從第三個面向來看 用依賴性來看 封建時代的農奴 他是依賴領主提供的土地跟保護 然後他的生活跟生產都是受到領主的控制 那在對比雲端封建主義時代 用戶是依賴數位平台所提供的服務跟技術支持 然後你的生活幾乎是除了你睡眠 其實連睡眠都控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戴那種 穿戴裝置 對穿戴裝置來確認你的睡眠品質 這個有一點好玩 我本來也有買一個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後來我想說我自己就睡得很熟 我怎麼還需要再看這個穿戴裝置來確定我睡得熟不熟 然後很焦慮 所以我就看睡 沒有客觀性的資料來證明你睡得很熟 人家有客觀性的資料去幫你統計好 你還在嫌人家天空地嗎 對啊但是你就會發現說 你看我們有多依賴所有的這一些裝置 你剛才的依賴性就是這樣子 對這依賴性非常強 然後你想想看你過去 你像過去資本主義時代 你大家想說我做工作的時候受到你老闆的控制 我下班以後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主人 但是你看在雲端封建主義的概念底下 你生活或是工作24小時或是在搭車 你無論何時何地你都在用你那支手機 你都在看你的穿戴裝置 所以你是高度數位化並且受到平台控制的 就是更隱微的更每一步每一個呼吸都受到控制的 然後最後一個面向是有關於經濟跟社會的控制 在封建時代以下呢 領土控制土地跟農奴的生產活動 來決定農奴的生活方式跟經濟利益 那在雲端封建主義時代下呢 是科技巨頭控制了數位平台跟數據流通 並且決定用戶的數據數位行為跟經濟利益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好像還真的有一點類似 但我們生活裡面有蠻多事實上是可以印證 不過也不是全然沒有辦法脫離 例如說我最近我也是有用Apple Watch 最近充電器忘了帶回來 就我已經一個禮拜沒有掛 生活還蠻好的 有時候是那種意外是因為某種覺得說 哇這個科技好像很棒 然後你就要去追求某種感覺要跟著上時代的事情 但是有時候你用了之後實際上有多大效用 恐怕也是一個問題啦 這些也不是說完全要擺脫 而是你怎麼去跟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我們並沒有 並不是完全沒有這種所謂的自主性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從這本書裡面 談到人類的經濟的發展 有這些階段性的差異 然後跟封建主封建時代 過去的封建時代有一些異同之處 那如果回到這個資本家的本身 事實上剛剛也提到了一些 就是說他們的獲利 雲端資本家的本身 他們談的獲利跟這種所謂資本積累的方式 有什麼不同嗎 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嗎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對我們的生活 對整個產業 或者是對於所謂的勞工工作者 有什麼樣的一些影響嗎 對我覺得的確我們剛剛談到一點點 然後我們也可以想像到說 實際上如果整體的結構環境狀態不同 雲端資本家應該也會跟其他資本家 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大概也可以分成幾個面向來看 如果我們從資本積累跟獲利方式來看的話 傳統的資本家 你大概想想看他的生產資料 就是他擁有工廠機器土地 然後來生產資料 然後他獲利方式就透過買賣商品 然後提供服務來賺取利潤 那主要也會依賴工人的勞動力 那他積累的方式 就會透過擴大生產規模 或是增加商品的銷售量 或者是品項來做更多的積累 那對於雲端資本家來說 他根本我講說什麼都不用做 好像有點太過分 但是有點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就是對於數位平台來說 雲端資本家對於數位平台這樣的概念來說 他只要營運這個數位平台 例如Google、臉書、Amazon 他就可以運作 那他獲利方式是什麼 他就是只需要一個資料庫 我這樣講太簡單了 還需要工程師等等的 然後透過這種數據收集 然後數位廣告訂閱費 跟平台使用費的方式來獲利 然後我記得我們之前 在管老師的節目當中有提到 在平台資本主義提到說 我們可能很難想像說 Amazon我們大概想像 它是一個販售商品的平台 但是實際上 它可能很大 這個產業很大一部分的獲利 是來自於它雲端 雲端的生意 所以這非常特別 然後另外就是說 從資本積累來看的話 這些雲端資本家就是依賴用戶的數據 的收集跟分析 然後來提高廣告投放的精確度 跟平台的黏著度 所以我們如果舉一些例子來看的話 我們大家可能想可以想見的 像Google它就是透過搜尋引擎 跟廣告平台來獲取用戶的數據 然後提供精準的廣告獲取廣告收入 這也會進一步去看到說 最近幾年來新聞媒體跟平台 或者是廣告主跟平台之間的這種 利益衝突的關係 就是說你會發現說 現在已經沒有人要去新聞媒體下廣告了 大家都去平台下廣告 與其說它是一個平台 或者是一個搜尋引擎 不如說他們是全世界最大的廣告商 然後壟斷了所有的這些資源 另外一個我如果以Amazon為例的話 就我們剛好提到 它是以電子商務平台跟雲端服務來收集 用戶的數據提升 他會說用來提升產品的推薦 跟供應鏈的管理 來獲取銷售跟訂閱的收入 所以這會是他們基本資累的方式 資本積累的方式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看 這兩種不同的資本家的差異 可以從產業的型態 跟他們所產生的影響來看 傳統的資本家的話 他的產業型態大概就是以製造業 零售業實體經濟為主 那他的影響就會影響到 實體經濟的生產跟消費模式 主要是促進工業化 或者是都市化 那但是在雲端資本家的 產業型態上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他就是以科技跟數位服務為主 然後主要就是依賴網際網路 跟數位服務 所以你會發現說 無論是Uber或者是Airbnb 你根本總公司都不用設置在當地 你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雲端服務 就可以控制世界各地的服務 甚至都不用繳稅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例如說像臉書 他就是透過社交媒體平台 這樣的一個概念 影響了我們跟別人互動社交的方式 跟資訊接收的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樣子的社群平台 影響了我們接收資訊的方式 如何影響了我們接收新聞 或是各式各樣資訊的方式 然後他某個副效應 那叫副 副作用 就會變成是現在我們最常談到的 各式各樣的虛假訊息流竄 在這樣的一個平台當中 怎麼樣去解決 那另外一部分 我們可以如果以Netflix為例的話 像Netflix他就改變了我們娛樂消費的方式 就是特別是在COVID-19那一段期間 大家可能感受到非常強烈說 大家都不用 沒辦法去電影院 所以像是這樣的串流影音平台 如何取代了某一種實體體驗 娛樂服務的方式 也改變了我們體驗 這一些內容的方式 據來說 你可能現在已經很習慣 快轉兩倍速看劇 大概是過去可能 1.5倍來聽我們的節目 對啊 你看就是會變成像這樣 你現在語速那麼快 他大概沒有把1.5倍聽 所以如果聽到這邊的聽眾朋友 你受不了的話 記得要轉回來原來的這個速度 轉回原來速度 因為你如果用1.5倍的話 聽起來像是三倍的速度 好 然後這些資本家 最後一個面向 就是對待勞工的方式 傳統資本家的話 我們想像的是傳統的資本主義資本家 那個勞工關係應該會是 比較是長期僱傭的關係 然後工人會有穩定的工資 也會有一定的福利 也會有退休金 然後他的勞動條件 工作場所是相對固定的 工時跟勞動的強度 也會有明確的勞動基準法等等 來保障來規定 但是餘端資本家呢 其實就是非常吊詭 他跟勞工之間的關係 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新的經濟模式出現之後 他更多依賴的是短期的那種 短期的合約 短期合約 或者是更鼓勵那一種斜槓 或者是自由職業 或者是外包 所以這個勞動的關係是非常不穩定的 他勞動條件也會可能 我們當然一方面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他是比較具有彈性的 然後工作時間也更具彈性 你可以自由選擇 但是其實他隱含的問題 就是他更不穩定 然後呢 他也缺乏某一種 我覺得可能是現行的勞動法律 也需要去調整 就是說 我們過去有幾集談到平台經濟的時候 他連那個給薪的方式也很彈性 他什麼時候要換什麼時候改 他其實他就自己做決定 因為他沒有一個法定的保障 或是固定的那種所謂的雇佣關係 甚至我沒有受訪者提到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的薪水是怎麼算出來的 算出來到底是不是跟原來說的一樣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陌生很模糊的狀態 對 而且我也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也展現出了這種技術發展到某一種極致的時候 一般的人無法透過我們的某種邏輯來理解 他這個到底是怎麼計算的 然後他又不公開這個計算方式 然後他又說這是演算法 這個是因為現在是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那你就會發現 然後更可惡的是 你還有的時候是求助無門的 因為你根本找不到可以負責解決 你現在目前無論是你是這個平台的勞工 或是這個平台使用者所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 他都很難及時解決 因為根本也沒有一個真的人在那邊 要解決你的問題 就是說那你愛用不用你的事 你的事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說 簡直就是平台為王 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必須要依賴他的邏輯 他邏輯又會故意講成是一種 這是演算法 這個是他自己AI自動生成出來的 我們並沒有去調動他 但是說也是由他們說 規則有點像是少林足球 就是最後一場 就是最後一場 所以求證 都是我們的人 你要怎麼贏 你要怎麼去跟他去協商 或者是去討論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式 好像就沒有辦法 所以 這個新的型態 國家的這種規矩 或是社會的這種回應 恐怕還是跟不上 所以他很多的這些 說實在這些資本家是蠻厲害的 速度真的是走在前面 所以很多時候還是 要去回過頭來做一些民主的討論 或是做某種的規範 剛剛有談到 所謂的雲端封建主義 彷彿是有一群人 他在一個遠端的地方 掌握了這些雲端的技術 以及經濟的模式 以及經濟的規則 然後他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一個印象 但是如果只有這樣子談 好像又太過於這個技術的決定 但是事實上 這個不是那麼技術決定 因為你剛剛談到這個演算法 到底怎麼算 然後這個指令 他總是有人去下指令 他背後還是有一套的邏輯 一套的機制的存在 所以我想雲端這本家是怎麼樣去崛起的 這本書他怎麼去看 因為我覺得這本書很有趣的地方 他是把雲端資本家崛起 是放在國際的政治跟經濟的脈絡來看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 這個所謂的技術發展 他就有人掌握這些技術 他就得到這個結果 的確是我們如果看這些雲端資本家崛起 他大概會有幾個面向可以來看 包括說我們剛剛其實關老師有提到 這種技術基礎的這些數位革命 也就是舉例來說像是網際網路的普及 他某個程度上讓這種資訊傳遞交流的方式 變得更快 然後他也為數位平台的崛起奠定了某一種基礎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最近一直發展的 像這樣子的大數據或者是AI 人工智慧的這樣的一個應用 也讓雲端資本家可以透過更方便 更快速的方式收集分析大量的用戶數據 來提升服務跟他的盈利的能力 另外就是雲端的計算 這個叫做計算技術 他也讓這個所謂的數據的存取 跟處理的成本大幅降低 所以這些都會是為雲端平台提供 很強大的基礎設施支持 但是你會發現說 當我們在談到這種基礎設施的時候 他不是應該是公共的嗎 他不是應該是公共設施 但是你會發現說這些東西最後都好像在為這些國際大平台 在服務就是在算他們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部分可能的一個崛起的原因 他其實有提到包括說最近以來以這種 所以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數位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商業創新模式 然後所以你會發現說這種平台經濟建立數位平台 然後很快的連接使用者跟提供內容或是提供商品的人 然後削減了很多中介的成本 也提升了這樣子的交易效率 所以你可以大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Amazon 或是中國的阿里巴巴等等這種電子商務平台 然後還有新的訂閱服務 然後還有這種透過很精準的數據收集的方式 然後可以來做更好的廣告 然後他們都會說數據變現 就是把用戶的數據轉換成經濟效益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一些都會是讓雲端平台 或是雲端資本家崛起的一些基本的環境變化 但是我必須我覺得要回應管老師所講 這些變化並不是好像是技術是中理的 他就是自然變成這樣 而是說你大概可以想像我們早期對於這一些雲端創業家的這種 禮遇或者是期待 覺得說他們在做為人類文明或者是網際網路的服務 做一種創新服務 然後他們是這些創業家 所以每次講到矽谷的時候就眼睛發亮 覺得說他們真的是帶領所有全人類新的這種 科技進步的一群新人類 但是實際上這樣子的這種主流的意識形態 就是說我們覺得他們都是創新家 所以國家的管制要少一點 然後我們應該要給他留更多的空間 讓他們能夠有更多創新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某個程度上就有點錯失了 那個時候可以管制或是規管整個網路空間 可以使用的更公共化 而不被他們壟斷的那個機會點就有點錯失掉 因為就是有點就是放給他們去發展 放給他們去創新 剛剛其實管老師也有提到有關於這些雲端資本家 他與國際政治的關係 假如說我們看到中美貿易戰的話 它可能會是一個書中提到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說中美貿易戰作為一種科技競爭 其實科技競爭才是最重要的這個包裝 就是說它不是單純的中美貿易戰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說對於這個數據跟AI人工智慧的這種控制 中國的這個科技巨頭像華為或者阿里巴巴等等 它就會變成是美國主要的制裁目標 然後更不用說現在很紅的那叫T-talk 對叫T-talk 過去可能國際就是說國際的政治經濟關係 是非常仰賴某一種國際貨幣組織 有一個複雜的千年關係 所以以美國為首好像就可以穩定住它跟每個國家的這種債權關係 但是新的這樣的一個平台的經濟 它某個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各國之間 各國跟美國的這樣的一個經濟關係 然後它也同時反映出 當美國今天感受到其他國家 例如中國 它的這個科技 某種平台經濟科技發展 要跟它並駕齐驅的時候 它就會轉變成另外一種論述來包裝 這是一個 也不能說沒有 但是你會變成說 這個可能就會變成是說 它這樣它會泄密 它這樣等於是把資訊傳回給中國 這可能都是一部分的原因 但是最主要原因就會是 那個經濟的掌控權 最新間先進科技的掌控權在誰的手裡 那為了不要讓某一國超越美國 所以就會包裝成是一種貿易戰的問題 那另外也會牽扯到供應鏈重組的問題 特別是像這樣子的貿易戰 它怎麼樣促使了全球供應鏈重組 然後包括說數位平台雲端的計算 然後它其實某個程度上 在確保供應鏈的穩定性跟靈活性 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你會發現說牽扯到誰才是老大的時候 然後它就變得相對複雜 但是過去可能我們比較少 再從這個方面來看這些 中美角力的關係 剛剛你談到對於所謂創業家 李玉跟期待 然後認為他們會對社會帶來進步 我覺得這當然一定是跟這些人有關的 就是他們對社會帶來進步 也不用特別去否認 但是會不會導致某種的偏向跟偏移 甚至帶來某種的災難 這其實就會跟當時的那種各式各樣的角力 或者是一些協商的過程是有很大的關係 講到這邊我順便推薦大家看另外一本書 叫做權力與進步 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 這本書裡面就談到 它從蘇伊士銀河開始談 然後談到現在的這種科技時代 什麼時候技術的發展對人類是有幫助的 他其實提到很重要的關係 就是這個國家或是功能的力量 社會力量有沒有進入到 這個所謂的協商的過程 民主的過程討論過程是很重要 事實上這本書的作者 雲端封建時代的作者 其實我們當然會談到這一題 就是他也談到類似的觀點跟看法 那不過我們再回到 剛剛談到跟國際政治經濟發的這個關聯 特別你提到 就是我們看到最近的TikTok 這部分 不是一個純粹什麼假新聞之類的問題而已 他事實上也是一個經濟的這種 所謂的雲端經濟 或者是對所謂經濟的這種 所謂的通途之下的某種的選擇 所以這本書的作者 用新冷戰的概念來去看 現在的這種國際強權之間的關係 那這種國際強權他們到底 除了剛剛談到透過一些貿易的制裁之外 他們怎麼去發展雲端資本主義 那這樣的一種強權之間的競爭 對於所謂的全球經濟又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剛剛如果延續來談這個雲端 雲端資本主義或是雲端封建主義的 這樣的概念下的這個國際關係 我覺得另外一個例子 或許可以從俄乌戰爭來看 包括說我們在俄乌戰爭當中 你會發現說這些數位技術跟資訊戰 變成非常重要的手段 所以社群媒體平台就會變成是 資訊傳播跟輿論戰的重要的戰場 所以也展現出了雲端資本家 在全球政治當中的影響力 也就是他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演算法好像沒有那麼的 沒有被介入 就是說有些訊息比較容易被看到 有些訊息不太容易被看到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似乎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眼鏡或者是一個兩尺工具 去了解說在這背後到底資訊 怎麼被呈現這件事情 或是哪些資訊有利於誰 不利於誰 然後如何被呈現 過去是可能是你可以看 主要的主流的無論是西方 或者是各國的國際媒體 怎麼報導相關的戰爭的議題 然後你就可以看出很明確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論點 但是在社群媒體平台下 就會變成是各式各樣的資訊在上面 然後我們以為那是全部資訊的 但實際上沒有 你會發現說雲端資本家 如何在平台背後去某個程度上 有可能去影響的這些資訊 怎麼被呈現 那另外一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俄武戰爭當中 無論是經濟制裁或是科技制裁上面 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當中 在科技公司面向 包括說Google或者是蘋果或者等等 他們對於俄羅斯進行的限制 也顯示出來雲端資本家 在這樣子的一個國際的競爭 或者是對立當中 在國際制裁上它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這是我們要特別去看到 就是我們剛才不是一個純粹技術 這個封建主其實是很龐大的 封建主事實上有很多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手段跟做法 然後看國際之間的經濟的戰爭 恐怕也不是只有純粹的經濟的戰爭 背後還有非常複雜的因素 最後我們想要請教惠如老師 因為每次談到這些東西 都會覺得人生是絕望的社會是吧 然後說什麼資本主義掛了並沒有 就是因為資本主義掛了 但是並沒有 但實際上變成一個更厲害的雲端封建主義 但我們台上這邊都想說解方 講那麼多要造成我們悲觀嗎 有沒有什麼解方 雖然這類型的蘇團書的解方 都通常不太能夠解 但是我覺得也可以把它解方 來跟我們討論看看 因為它可能不是一個實際上面做法 而是某種基本的觀念跟價值 當這些確立之後 他才有可能去往那種所謂的 至少是某種平衡 或者是協調的方向去發展嗎 對的確是我也認同那個管老師 就看他就真的很絕望 好像沒有辦法只能繼續 雖然看到他姐妹也覺得蠻絕望 對但是我覺得對 如果我覺得現在你當然 我們大概想像說我們一個人 可能很難做什麼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先理解 這樣子的環境 並且去想像說應該可以怎麼做 以至於當這個時機來臨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起義 沒有啦 我再來想一想 但是其實他有提到一些 可能官老師覺得還不夠滿意的一些解方 包括說他會認為說在當代 有幾個面向我們可以去思考 可以怎麼樣去解決 改善這樣的狀況 第一個包括說是面對政府端 我們怎麼樣去加強數據的監管跟保護 包括說現在越來越多國家或者是 國際的NGO組織都會提到數據主權 也就是我們怎麼樣把個人的數據 所有權還有控制權交還給用戶 讓個人可以自主決定數據的使用範圍 其實在每個州的法令都已經有這明確的規定 就是你要把這個資料拿去做什麼 你必須要經過嚴格 或者是包括在疫情期間 歐洲對於所謂的這些資訊的掌握 他也必須要經過國會的監督嗎 對其實這會蠻重要的 而且他我覺得可能更重要的是 也要面對就是對於這種數據的透明度 是應該要能夠立法要求這些科技公司 要公開數據收集跟使用的方式 然後確保他的透明度跟合法性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會回到一個狀況是說 大多數的用戶譬如我 可能沒有那個概念 你把我的所有的數據給我 我不太知道我擁有這些數據要幹嘛 實際上這些數據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他也會連結到說 實際上我們怎麼理解這些數據的重要性 跟怎麼用 這件事情可能不是只是簡單說 叫他還給我們 我們有了這樣子就好 這可能會是其中一個點 然後另外就是要求科技公司 要公開數據收集的方式 那要多公開呢 然後怎麼用呢 怎麼樣才叫做透明呢 然後如果他都公開透明了 但是還是用很糟糕的方式在使用 這樣是合理的嗎 合理的嗎 就有點像是說 我們每次在看各式各樣的使用者守則 你根本不會全部看完 因為實在是太複雜了 所以各式各樣如何使用數據平台 如何使用平台的各式各樣的條款 或者是如何要求他們透明這件事情 可能可以還有更多的討論 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實際上我們必須要了解說我們具有數據主權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就會是怎麼樣去打破這種壟斷的狀態 然後來促進競爭 它就會變成是說 那至少退回到一個比較合理合法的社會福利 福利制度下的一種資本主義制度 也就是說反壟斷法 就是說如何加強反壟斷法 來減少這些科技巨頭壟斷市場 然後能夠促進市場競爭 然後或者是可以更進一步 就直接拆分這些科技公司 針對這些壟斷行為 那讓這個市場可以恢復公平競爭 但是我覺得有點困難就是 不知道管老師怎麼看待這個打破壟斷這一個 這個有可能嗎 我覺得他提出很多的東西其實都不新 的確是 那都是過去在大概就60年代 甚至更早三年在面對這種 越來越托拉斯集團化的 底下都開始 拆取的一些措施跟做法 包括剛剛談到的透明性 就是包括我們之前也談到 媒體的股權是比較透明化 這一樣嘛 數據的資料蒐集使用 是不是要透明化或者是這個所謂的 過去在美國出現的時候 baby bear這種做法就是去拆分這些公司 我覺得這個 那個並不是太新的理念跟概念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民主化 而是在於 這個到底人民怎麼去看待 這件事情 以及國家怎麼去看待這些事情 然後要不要往這個方向去走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一個執行的問題 或者是一種心態的問題 就是我們都一直覺得說 這些新的雲端技術很棒 然後我們去享受便利 卻忽略了我們 可能已經受到很多的傷害跟影響 而沉浸在那個所謂的喜悅當中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比較難的 比較可怕 就像我們在談 Uber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說 這是一個新的經濟 可是新的經濟難道就不用規範嗎 這也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地方 的確是 所以回應管老師這一點其實 也回應這本書的作者的觀點 就是說他其實也會希望說 能夠促進數位民主 但管老師就會覺得 這其實也是我們之前都會提到 就是說怎麼樣 有更多的數位公民參與 然後參與到這個數位治理跟決策當中 但是這前提也會回到說 我們到底理不理解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平台環境 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 現在目前看起來 感覺起來剛剛管老師有提到 就是可能對於平台 最直接的這一些勞動者 可能影響是最大的 感受是最直接 但是對於使用者來說 可能大多數的我們還是在感受 哦好方便哦 哦好便利哦 這樣的一個狀態當中 但是可能忽略其中更多的問題 所以如何讓大家參與進來 並且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也蠻重要 也是回到這個所謂的數位民主 這是我們應該要能夠參與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難道我們不應該建立一種 比較更好的所謂的數位公共的 這種數位基礎設施嗎 就是說我們如果今天還在一直用 一直用臉書用line 或是用這些平台 這平台也不承認他們是一個 半公共領域了 就是說因為所有人都在用 所有人都在這邊接觸各式各樣的資訊 但他們不承認這樣的位置 那我們不應該 這也是一個有點痴人說夢 我們不應該有個數位的公共領地 讓大家來用嗎 但是這可能 其實過去是有的啦 例如說那個網際網路的出現 可能跟軍事或是跟教育 在台灣就是像胎內的出現嗎 或是像法國都曾經過去 就是有線電視系統就是國家來鋪設 那它就是一種所謂的公共的領域嗎 或者說某種類型的OT出去也算是嗎 就是包括高鐵出去也是OT出去也算是 那就是某種公司合作 但是這種公司合作 它還是有某種的規範跟監管 對所以我覺得這也會很重要 畢竟我是受法者 沒有我們就一起討論解方 一起討論解方 然後對這的確也是 然後再來我覺得 剛剛其實光老師所提到就是這一些 無論是UberEat 或者是各種在平台上的這一些 比較彈性的工作者 剛剛其實有提到一點點 我覺得是這也會回應到說 如果當代低不得已 這一這樣類型的彈性的工作者的工作樣態 變得比較多的時候 相對應的勞動法律 是不是應該能夠有一個更大的網 可以網住這些人 而不是只是傳統的工人可以被保障 而是這一群人都應該要能夠被保障 以至於我們看到這樣子的勞動形式的改變 相對應的法律措施也要應該要跟著能夠 改變來改善這一些工人的權利這樣子 對的確這些都雖然我們剛剛講 不是一個太新的解法 但是第一個要知道這些東西 這也是我們節目一直不斷在跟他談類似的 這種主題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然後當我們有一些知道之後 我們才有可能再往下繼續的行動 今天先非常謝謝惠如老師 我們跟他講說今天我們大概40分鐘到60分鐘 剩下30秒的時間 我們的時間就到了 好沒有啦就是希望下次有機會 也來跟大家繼續來邀請惠老師談別的主題 那這本書雲端封建時代 那也推薦大家來看這本書 那我們下次再會拜拜 拜拜